8月6号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趁汪远和高格斯自发行爱情公寓的大电影 还要求七电影版停止上映 根据其开局的版权证明 连凡公司具有这个商标的注册权 现在看来爱情公寓上映是一个问题了 爱情公寓还未上映之前 在猫眼上的预售居然超过黄渤的一出好戏 不少人纷纷表示 为了怀念青春即使是了剧也要去支持 主打情怀的片子似乎更能抓住观众的心 然而在电影版中 电影的预告被吐槽向网友 2008年到18年跨越了十年 不论好坏 这部电影满足了观众对于生活的全部想象 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最爱的人在对面 剧中几对人的感情归属 观众也想在这部电影中找到答案 电影上映前拥有所有权的公司开辞影版 不少网友表示13年就停更的微博 现在这个时候吃出来蹭热度的 还有一些网友担忧票已经买好了 到时候不会停影了吧 主演们连续多天的宣传 这部片子一直备受争议 因为抄袭备受吐槽 再到后来 王传军的DIF每一次都是处于风口浪尖 备受瞩目 而网友也是两边倒